哈喽人情highlight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一博 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你们的弹幕拷问了 请开始吧 首先我挺喜欢这种热血的运动 然后我也很喜欢爬板这个运动 我是希望来这个节目之后呢 不光能感受到一些滑手的一些动作和技巧 然后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平时比较爱玩这些东西 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领队 更希望跟他们成为共同的滑手 同一个身份然后去学习一些动作 滑手的精神学习到那些点 现在学了挺多动作了 滑板有很多正脚反脚的一些动作 左脚站的话叫regular 右脚站的话叫ruby 以正脚坐的话叫做ruby 然后以反脚坐的话叫做ruby 这边滑行的话就是ruby 如果往这边滑行的话 这叫做飞机脚 名字超多超复杂 抽出时间吧 尽量完成每一次的滑板挑战任务 把滑板带到柜柜地方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滑板其实不要求场地很随意 在哪里都能滑 工作再忙我也都可以去机场滑 然后带着他走 主要是平地 只要鼓勒能滑就能滑 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努力 我想不到让别人觉得很奢学的 我好像没有 有可能之前有过一次腿受伤了 然后还要坚持去跳舞吧 开始 最近录制综艺有抹防晒 但是还是晒黑了 谁说有110 这个问题早就突破了 现在120了 年纪大了就吃得多了一点 不理这个事呢 我觉得就没有人玩了 我也就不发了 我觉得他们也都习惯了吧 拍戏为主吧 8个日常确实好久没有发 我考虑一下吧 技术没有那么多 其实会做的动作就那几个 已经全部拆出完了 希望拿一个冠军 对真的多到放不下了 我自己都想拼 但是我都拼了之后就没地方放了 我收集了很多系列的车 就比如说 它有一辆speed系列 拼完之后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小 我就收集了特别多 它总共系列的话 估计有接近20多辆 我都买了 但是我拼出来了 现在有十几辆 就摆在那里特别好看 首先我也觉得男生嘛 我觉得会喜欢机械组跟赛车类型的 那我会选择机械组跟赛车类型多一点 比如说扁护家 或者是很多一些speed系列的车 其实机械组最有乐趣的话 我就觉得里面的 它的每一个轴承跟轴承机间的连接 非常的有趣 其实机械组拼完之后 你只看到一个外壳 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零件 每一个接合的那个轴承都非常的吸引 我觉得那个拼的过程中 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第二个高负心会心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我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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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